金融市長謝國良與日本八代市長中春博生 雙方互贈特產,象徵彼此深厚情誼 金融市今年迎來和八代市締結友好城市協定五周年 17、18日將在金融舉辦特展八代市參訪團陣容龐大 一行人有62人 市長謝國良、副市長邱佩玲和民政處長張淵翔親自迎接 經歷過這一段時間在旅遊、產業、文化觀光等的交流 我們終於在2018年完成了地層友好城市的里程碑 金融市位於台灣北端是天然有名的天然國際商港 八代市的八代港也是屬於國際商港 跟金融市結尾姊妹是屬性相同 希望未來我們雙方能夠持續地交流 發展共同的繁榮、發揮加成的效果 日本八代中村市場透過翻譯強調 這次參訪團報名相當踴躍 還有民眾首次到海外參訪 金融和八代市都是港市合一 期盼未來國際郵輪能夠彼此連接 加強雙方的友誼 這次我們很高興跟金融市低潔友好關係城市之後 已經到了第五年 這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時間 所以我帶領了我們的八代市民使節團來到我們金融 再次能夠拜到金融這個地方我非常的開心 大家都知道 然後剛剛市長也有提到 金融市跟我們八代市是在2018年4月的時候 締結了友好交流的協定 那今年的4月是5週年的紀念 在這段期間內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影響了讓我們沒有辦法面對面的來交流 但是我們之間的交流還是存在的 大家還是會通過業務上的交流 或是小朋友還有運動 還有這個福輪社等等各個管道 大家來進行交流 金融市和八代市在2018年地結友好城市 今年度八代市長第三度來訪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在今年10月間 率領訪問團參訪八代市博物館 和八代港感受到八代市的熱情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道 還有好 感谢观看